开训即闻销烟时部我带力见前军部队听从开训号令,持续歇起练兵热潮。 南部战区,近利提高联合作战指挥能力。 本报信,葛剑超,特约记者江博熙报道,新年开训,终极杖里练兵忙。 1月4日,习主席向前军发布的开训动员,并传到祖国南疆军言后, 一场围绕某战略方向作战行动展开的复盘黑眼,随即在南部战区连指中心拉开帷幕。 习主席强调,始终把备战打仗,作为第一要务,我们一个也不敢懈怠。 依须则无旁败,把联合作战指挥能力练过硬。 在现场组织推演的战区连指指挥员助理徐峰告诉记者, 他们紧贴战区使命任务,紧扣当面安全威胁,紧盯强敌战略对手, 着力破解备战战打仗的突出矛盾问题,尽力提高战区联合作战指挥能力。 开训就是打仗的姿态,记者走访南部战区各部门, 一股备战,谋战,延战的消音未扑灭而来。 在某局作战研究室,十多名身穿陆军,海军,空军,火箭军各色银海服的校尉军官, 正围绕某联合作战方案,展开激烈讨论。 在唇枪舌线的交锋碰撞中,一个个影响联合作战指挥的瓶颈短板,逐一找到突破口。 新年一史,南国边陲训练场上龙腾虎越, 左眼皮声部队应急应战能力, 战区把某联合作战方案,分解计划为21个训练个题, 依据实案分系统,分要素大力开展专攻精炼活动。 从各级指挥所到任务部队,从将校指挥员到一线战斗员, 练兵被战热情持续高涨。 记者打开2019年,战区联合训练计划看到, 覆盖战区和各军兵种的联合指挥训练, 联合时兵演习等连连连性贯穿全年。 新兴设计的作战问题研究,联合指挥演练, 直指联合作战短板, 向向聚焦战区主战职能使命。 火箭军东风第一旅,实战化演练打响开训第一枪, 本报训董志文,特约记者冯新月报道, 龙东的深山,火热的沙场。 1月4日上午,随着习主席向全军发布开训动员令, 火箭军东风第一旅官兵闻令而动, 在地下龙宫用一场选要塑前流程的实战化演练, 拉开新年度军事现业弹幕, 开训不愈热,开场即战斗。 记者在演练现场看到, 随着厚重的防护门徐席关闭, 参训官兵直接转入20天阵地, 逆闭生存训练,通信、瑶瑟、机要、诸人、镇管、卫琴等要塑前呈配数, 循着此起彼伏的口令声。 记者在指挥所看到, 作序贪谋王子明正埋头梳理各种作战数据, 作出情况研判和处理意见, 为作战筹划提供决策依据, 此次开训,为了立起练兵被战导向, 机关指挥所同步转入作战阵地, 重点开展三情知识研究, 作战方案研练,作战筹划,指挥所推演, 指挥信息系统综合运用等课目, 在实战背景下,提高作战指挥水平, 应按微光条件下调装队接, 全防护状态下战斗发射, 全密闭连续客室操作等高难度训练内容, 将作为重点训练开幕。 甘旅开谋长王立华告诉记者, 新年度开训改变过去从专业基础, 学习到时装操作训练的骂热做法, 直接以高难度的实战化演练开幕, 就是要让官兵从新年首场训练起步, 就时刻绷进备战打仗这根弦。 下一步,他们将按照随时能战, 转时发射,有效毁伤核心标准要求, 深化作战问题研究, 进一步提升发射营独立碎形作战任务能力, 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, 以实战标准从南施训组讯, 本报信,记者刘亚迅报道, 战斗警报, 1月5日, 浙东一线, 寒风四色, 战车轰鸣, 数十辆导弹发射车列阵, 随着指定的下达, 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爱导团, 从达委常委到基层官兵, 精神抖擞奔赴战位, 一场戴实战背景的综合攻防演练拉开帷幕, 打响了新年度开训第一枪, 从高山海岛到巡逻一线, 该基地各部队牢记习主席开训动员令指示, 以实战标准从南施训组训, 练兵场上呈现出一片火热的场景, 每一次出海, 都是一次出征, 正在黄海某海域, 执行战备巡逻任务的某护卫舰支队速舰战斗警报不时拉响, 全舰官兵先后克服巡逻海区海矿复杂等独立因素, 连续组织舰艇进行快速机动, 逆航, 大风浪航行等客户训练, 演练多种战法, 夯实全舰训练基础, 锤炼官兵战斗精神, 计较实战, 关键在时, 某导弹快艇大队开训动员一结束, 变组织港岸掏眼, 训练监察组深入战位查找问题, 严肃指出目标变识不够细速精准, 内部指手调整不够科学等问题, 立即明确整改措施及实现, 该基地领导介绍说, 开训即实战, 必须从每个科目远起, 从薄弱环节抓起, 紧紧扭住练兵备战这个关键环节, 下大力破解制约战斗力生成的瓶颈短板, 扎实立起新年度大抓实战化训练的先名导向, 西部战区陆军机关, 开训首日全人上阵列指挥, 本报信特约记者孙立波, 通讯员为明报报道, 分析敌我不属, 标绘敌前要点, 对比作战力量, 开训动员纲一结束, 西部战区陆军首长机关, 选急奔赴战位, 展开指挥技能训练, 战区陆军参谋部领导介绍, 战区陆军把指挥素养, 作为战役机关的核心能力, 开训一时就树立高标准, 持续打响解决五个不会问题攻坚战, 开训首日, 西部战区陆军针对敌情掌握, 作战计算等短板课目展开训练, 首先就把指挥能力提升作为重点, 记者在指挥训练时看到, 面对一张张地形图, 各级指挥员和参谋人员结合掌握情况, 将敌我不属一一标绘在图上, 他们树立问题导向, 是男训练条件, 设言训练标准, 突出首次训练的检验性, 激发链指挥, 练谋略的内在动力, 翻看今年首个指挥训练周计划, 西部战区陆军按照军事训练大纲, 采取理论设客, 集中训练, 考核评估等方式, 安排战术标图, 作战计算, 试图用途等多个科目训练, 他们还邀请任校专家教授, 围绕国际战略形势, 和周边安全环境, 战争仨规, 高新技术知识及军事应用等内容进行专题辅导, 记者了解到, 新年度, 西部战区陆军首长机关, 将组织一系列往上对抗演练, 应急战备拉动等活动, 还将建立参谋人员评级制度, 对首长机关前提干部进行军事能力普通, 激励机关干部聚焦主则主业, 锤炼指挥技能, 战讯导向先宁, 激活一池春水, 西部战区陆军机关率先抓信, 在战区陆军部队, 形成了良好的示范效应, 各级党委领导带头参加第一考, 打掌第一枪, 加击第一飞, 一只只雄狮竟旅, 奔赴海东训练场, 掀起新年度训练热潮, 据欧联网援引欧联通讯社报道, 23日, 法国总统马克龙赶在圣诞节前访问乍德, 便携带足够的香槟, 鹅盖酱, 和巧克力等家乡美食, 慰问乍德法国驻军, 向1300名法国士兵, 祝贺圣诞新年, 据报道, 马克龙乘坐的专机, 在乍德首都恩贾梅娜附近的库赛空军西地降落, 恩贾梅娜是新月形沙丘行动指挥公书, 法国军队在当地已经驻扎超过4年, 该部队主要负责执行打击极端组织的任务, 马克龙与乍德总统伊德里斯代比举行会议后, 立即赶往法国驻军人帝, 与法国士兵一起用胎, 这是继一年前马克龙访问一日后, 第二次慰问法国海外驻军, 期间, 马克龙还与参加新月形沙丘行动的英国, 爱沙尼亚, 德国和西班牙部队指挥官进行了交流, 为了保障驻扎在乍德的法国士兵, 能够在涉事32度的高温下, 品尝到正宗的家乡美食, 马克龙还专门带去了他的私人主厨, 为战士们烹饪地道的法国太阳, 胡标, 《环球时报》驻俄罗斯特派记者因心与王珍, 美国退出中导条约, 或将导致极其负面的后果, 俄罗斯将采取额外措施保障国家安全。 据俄罗斯消息报19日报道, 俄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8日, 在俄国防部部扩大会议上, 对美国退出中导条约发出警告并表示担忧, 俄专家认为, 普京发出的这一警告, 有助于让美国清醒。 美国总统特朗普, 10月20日以俄罗斯长期违反中导条约, 以及该条约限制美方研发新武器为由, 宣布美国将退出中导条约, 随后, 俄美外交官曾就此问题多次磋商。 普京18日表示, 美国想要退出中导条约的意向, 引发严重关切, 此举将导致极其负面的后果, 显著削弱全球和地区安全。 整个武器管控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架构, 未来很可能因此衰落险制崩塌。 美国以度赚的借口退出中导条约, 自己却导弹很久以前只违反了该条约。 普京说, 现在有必要重申, 如果美国撕毁条约, 我们将被迫采取得外措施, 强化安全。 如你们所知, 我们拥有空机和海机导弹武器系统, 如果有必要, 进行适当的研发后, 把它们部署在陆地上并非难事。 普京还强调, 俄近年来研制出的X-101空机导弹等新式导弹, 并不违反中导条约, 新式武器能让俄罗斯得以维持与美国的战略平衡。 而美国退出中导条约, 会加剧军备竞赛的风险。 普京还称, 现代化武器在俄罗斯三位一体和力量中所扎份额已达82%, 其中先锋高超音速导弹, 开始批量生产。 新一代重型洲际弹道导弹萨尔马特成功课试, 比手高超音速导弹系统试验性投入战斗执行。 这些新武器大大提高了军队和舰队的权力, 并确保俄罗斯安全。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19日报道称, 不少俄罗斯专家对普京救美准备退出中导条约, 发出严厉警告, 表示高度赞赏, 并认为俄罗斯最新武器系统将会改变世界力量平衡。 而俄拥有的高超音速武器系统, 可以抵消美国退出中导条约所造成的负面影响。 俄副外长李亚布科夫19日在接受俄罗斯商业人报采访时得称, 用勒索的语言和俄罗斯交流是没有意义的, 适得其反, 美国对俄方指冲的侵犯行为完全站不住脚。 五年来, 美国并未在此问题上提供任何具体证据, 莫斯科对美国的指控表示强烈反对, 他同时表示, 俄方不能排除华盛顿以后, 在欧洲部署中短程导弹的可能性。 李亚布科夫说, 即便现在华盛顿及其北约盟友没有这样的计划, 考虑到欧洲大西洋地区安全条件的严重恶化, 美国国会顽固的犯额立场, 以及北约普遍的仇恶表现, 我们也不能排除他们以后产生此类想法和计划。 如果美国退出中导条约, 俄罗斯不可能不对美国部署威胁其安全带中短程导弹采取回应。 俄罗斯塔斯社19日称, 针对普京有关可能部署地面导弹系统, 回应美国退出中导条约的表态。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埃里克·派红, 18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, 美国认为, 这表明莫斯科不希望缓和局势。 俄国家军火库杂志记者德罗兹坚科认为, 美国军事力量的重要支柱之一, 是其航母编队。 普京已明确表示, 俄罗斯拥有能够击沉这些航母的武器系统, 这会让华盛顿号战者发热的头脑冷却下来。 美国只有感到可能被消灭时, 才会做出让步。 美国退出中导条约首先破坏的是俄罗斯和欧洲的安全, 同时也会对美国产生负面影响。 并据俄罗斯卫星网19日报道, 美国政府已批准向土耳其出售价值35亿美元的防空核导弹防御系统, 其中包括80枚定向改进版的爱国者导弹, 和60枚爱国者副三型导弹及其配套的雷达, 控制和发射装备。 柳分析称, 美国此举旨在避免安卡拉从中国或俄罗斯购买这类武器装备, 并破坏俄土之间有关F400防空导弹系统的交易。 不过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9日回应称, 这与俄项土耳其供应F400系统并无关联, 俄土合同将继续执行。